這次的淡價並不是淡農、雞農他們故意這樣做 這次是因為 入二戰爭 原料、飼料、能源、禽流感的問題 COVID-19的問題 還天氣冷 過了不是 我們殺了74萬得到禽流感的雞以後 我們只能夠供應11.2萬箱 所以我們減八千太 減到5%至7% 所以我們的過了沒有缺的那麼嚴重 然後現在農委會緊急進口50萬顆的雞蛋 全世界因為禽流感的問題都缺蛋 但是你的見解理院所提出的例子在 經濟學是對的 但是國家要制止這種行為 因為聯合行為國家是要控制的 契約自由 過失主義 所有權絕對 這是18世紀 我們明法整個進步最重要的源頭 契約自由要受限制 要保護老公 自由不得拋棄 你們家在開麵店 我去那裡做你的工人 後來這世人離開 你那我不能開麵店 這叫敬業禁止 你不能跟我做同一個行業 如果終身這樣除效 因為自由可以限制 但是不可以拋棄 所以我回答這些問題的時候 順便把一些相關法律概念讓大家了解